大家好,我是老默 和面馅饼这样做,柔软好吃不吸油 凉了也一样柔软 有朋友说自己做的发面馅饼稍微一放就特别干硬 不过柔软总是和别人做的不一样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详细做法和技巧 先咱们说一下和面 咱们今天用的面粉是中筋粉 大家也可以用高筋粉 然后加入酵母 酵母的量可以稍微多一丢丢 这样面饼下锅之后 它能够快速的发酵浮起 然后第二步加水 咱们一斤面粉加七凉水八凉水都可以 只要大家能够把它和成团能够揉面就OK 大家可以看这个状态是比较粘手的 咱们和好之后一定要继续揉一下 揉到不那么粘手 接下来就是关于发面 很多朋友说到底要不要发面 其实咱们需要一次发面 这样咱们做出来的饼才能更加渲软 这个操作只需要一次 咱们只需要一次发酵就可以了 做好之后也不需要二次醒面 一次发酵完成之后 大家能够看到它里面有微微的气孔 这样就OK了 不需要把它发得特别旺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 咱们在取面团的时候 它特别粘手 这就说明它够松弛 这样的状态就比较好 咱们接着就是简单揉一下面 揉面的时间千万不要太长 假如长时间揉面 它只会把一发的那种状态给揉下去 变成死面 咱们再来做 它发起来的几率就变小 很可能出现死面状态 所以简单揉一下 咱们直接搓成条 下剂子即可 这个面团的大小呢 大家自己控制就好了 大一点小一点无所谓 咱们做好剂子 直接像这样压一下 咱们不需要用擀面杖擀 然后直接包馅就可以了 在包馅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咱们这个面饼呢 因为偏软 咱们在放馅的时候呢 像这样压一下 是不要紧的 不要怕 只要咱们把力量控制好 在包的时候就能多放一点馅 咱们做出来也会更好吃 咱们放上馅料之后 像这样直接给它挤一下 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流有空气 咱们把口收上 收上之后 像这样多转几圈 稍微往上捏一点 把底部给它下掉 这样它下面就不厚 咱们做出来呢 上下两面 基本上是一致的 包好馅之后 咱们像这样压一下 尽量给它压平 接着烙制的关键 是咱们电饼铛 提前预热 油量一定要稍微多加一点 这样才能保证 咱们做出来的颜色 包括外观好看 同时咱们做出来 它也会更柔软 大家可以放心 它完全不会把油吸进去 咱们加热之后 它就会出来 然后咱们盖上盖 用大火焖四分钟 再次开盖 就可以出锅 在烙的这个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注意 咱们开盖的四数 一定不能多 不要怕 不要每次一翻看一下 一翻看一下 那样的话 只会造成水分过度流失 咱们做好之后 稍微一放 它就会干皮 好了 羊肉馅饼 咱们就全部做好了 大家可以检查一下 这个状态 咱们用手呢 轻轻的挤一下 特别柔软 不要大家按照 咱们上面说的那样去做 做出来的效果 就是一样的 另外 大家还要注意 咱们吃不完 保存的时候 一定要用东西包起来 这样防止风干 咱们保存的时间 就会更长 它的柔软度 也会更好 最后还有一个事情 想问一下大家的意见 如果咱们直播 线上免费培训 有多少朋友支持 希望在评论下方留言 告诉我 接下来是简单的配料比例 中筋面粉 准备150克 高筋粉也可以 干酵母准备2克 常温水准备100克 羊肉馅准备150克 想要这个办法的话 看昨天视频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